赵琳是大连人 八岁就开始踢足球了 1983年进入大连青年足球队 任主力前锋兼球队队长 1992年被选入中国国家足球队 我是搞了一辈子足球 我36岁退役的 退役以后我就在大连石德队 做了克萨诺一系的助理教练 直到07年我全家来到移民了温哥华 我当时就成了一个小足球训练班 他所承办的训练班还没有权利去发展 因为国内还有一些专业足球队 邀请他回国执教 所以在2010年他又回流中国 两年之后当他再次回到温哥华之后 立志在温哥华开展一番足球事业 除了参与一些社区的足球比赛和执教之外 他在2015年建立了自己的足球俱乐部 希望未来把大温地区的精英学员集中起来 培养他们 让他们去参加全加拿大的比赛 和周际比赛等等